我是Scalar Product,Vector Product的第四頁 在這個問題裡面,它叫我們計算兩支Vector的夾角 兩支Vector如何計算夾角呢? 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公式是跟夾角有關的呢? 其實就只有這條 Dog Product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公式就這麼多 而這個就是我們的角度 兩支Vector的夾角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就只是問一問自己 你到底 懂不懂計算A.B 如果我給了這個 I加3J和3I加4J 然後你問一下自己 你懂不懂計算A的長度 和B的長度 如果你懂得計算的時候 其實一條公式二項就處理了 好,所以我們 我就會很快就這樣做 I加3J Dog3I加4J 會是等於它自己的長度 它自己的長度是1的2次加3的2次 不夠位啊,先稍後先吧 然後3的2次加4的2次 然後再來cosΔ d 縮小一點 好,我們就有這樣的情況 這裡你自己的長度 是3來的 加3寫12 12來的 然後這個就是 跟10 這個就是5來的 所以是5 而一二項 算一下cosΔ 15 除5 即是3 over 跟10 那你就能夠計算到Δ 即是它們的甲角 如無以外 應該是18.4 左右 所以同樣道理 你旁邊那個也是這樣 那 所以有些人甚至說 不如我移項吧 不用 不用像剛才那樣那麼痛苦 那我就移項去做 那 都可以的 那我直接用cosΔ 反正我要計算 那個是角度 A.B 直接寫 4 然後呢 1-4×4 -3×2 那就是分子 分母 4的2次加4的2次加3的2次 這是第一個A的長度 然後B的長度 1的2次加4的2次加2的2次 那之後按計算機 不要按錯 整理一下 如無以外 108.7度 cos是最好的了 因為呢 出角度一定是最穩陣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FETA 只是介乎0度至180度而已 那所以呢 在我們那個CAST裡面 就一定是這一格 這一格之間 所以正數就是A格 負數就是S格 所以一定一按就按到 不用考慮這麼多東西 好 那所以如果你明白這裡的話 下面這個準則都是很簡單 只不過當作一個公式 這樣說出來而已 這裏告訴我們 A.B是什麼 這裏 其實就是剛才 二元項的 這一條這樣的公式 所以我們現在 scaler product 是可以幫助我們 計算了兩支 Vector的感覺 很多東西可以玩到的了 所以大家在繼續看 下一個的 video之前 有很多這些練習 先練習了 先熟識了scaler product 然後我們才開始Vector product 下一個產品 到來吧 好